大家好,我是三成道长 好久没有给自己扎针了 然后今天我先给自己头上 然后扎上几针 然后来记录一下 当然了,首先来讲的话就是印堂 当然了,印堂这个地方的话要仔细摸 因为这中间的话有一条骨缝 一定要贴着那个骨缝来扎 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我找到了,就在这中间 很硬 感谢观看 当然这根有什么用呢 我大概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印堂这个地方的话 它也代表就是咱的心脏 同时呢就是像在面相学里边 它代表的就是咱整个 或者是咱经常说印堂发暗了 或者发黑啊这些 所以说印堂这个地方很重要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我在给别人针灸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我会选择 就到最后的时候 再给别人印堂扎一针 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印堂发暗的 直接它慢慢的 它整个面色就会变得更好一些 就是发白呀或者是发红 但是呢就是它整个家族的那个运气会改变很多 所以这个的话很重要 那 所以说我今天呢就是给大家来演示这一针 然后再扎第二针 就是咱的百绘 但百绘的话 它这个更多的 它不是直刺 它是向后平刺 看吧 它这个是两二间 向上 这个凹陷的地方 就是咱的一针 可以看一下 好 今天我就给大家演示到这 当然能扎的地方很多 以后咱慢慢来 好 拜拜